爱情宝贝战 爱情宝贝战 大家好 我是张瑞 努力做大家的爱情保安 大家好 我是珊娜 女生可以偶尔依赖 但是不能完全依靠 大家好 我是雷鸣 中国广电192就要爱 一人一个亮号 谈恋爱方便 大家好 我是影视演员白清凌 我的爱情观点是 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只有人愿意相信你是完美的人 而你也愿意用一身的忠诚和坚守 这篇信任 接下来我们就要赶快的有请 今天我们三对求助嘉宾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 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霍先生43岁 来自哈尔滨个体 魏女士42岁 来自哈尔滨个体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去年因为一些事情呢 我们分手了 今天我来参加节目就想和他复合 他分手后 我告诉法庭了 他怎么让我跟他和好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 这样做就是为了要见到他 希望他能原谅我 我们之间的矛盾太多了 复合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看完短片有一个大概情况的了解 您二位现在是分手的状态啊 所以你们现在不是情侣也不是夫妻 是前任 对吗 嗯 对的 对对对 是这样是的 我们是中学同学 然后就各自成家了 13年我到这个广州去 算事情状况想去看看他 没想到他那时候他也离婚了 然后经过几天的相处呢 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就在一起了 就这样分分合合十多年 那时候我俩各自打拼嘛 也是赚了第一桶金 他赚的比较多 然后呢之前因为我就是做服装的 做了十几年 他就认为我这面就是说 服装这个行业不应该扔 就拿他赚的钱向我投资 我就想这部分钱应该给他家人 第一他有孩子也有父母 然后他背井离乡呢 陪我来到广州 然后有的是 他给您投资的这个钱 您最后要了吗 要了 因为我也投资了一部分 但是我拿的钱就是稍微少那么一点 但后期我也投入了不少 我俩加不加不也写大几十万 因为在广州做生意 肯定大口费还要很贵的 有一次我俩吵架很凶嘛 然后就要分手 他就让我写欠条 他就那意思 我给你投资了这么多的钱 你这就走了 当时欠条根本不是我要让你写的 是你自己主动要写的 那是你让我写 你不让我写就写他干嘛 我有病吗 那俩喝完酒之后 然后你非得要跟我分手 我说那我问我的债务怎么办 你说你非得要说那我承担 你说你除非给我写完欠条 我也是一着急一生气 我想马上就是跟他分开 我就写了 那个欠条我也没当回事 你没当回事 你能拿这个欠条出来干我 那最后是不是因为你 怎么找你 你把我的电话不接 手机拉黑 拉黑谁先拉黑的 是不是有一天晚上和佳人吃饭 他有点喝 喝有点喝多了 我就有点情绪上来了 就这些年堆移在一起 可能真就到马上有个结果了 我就觉得有点累了 然后他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再见我的肚子墙 然后就给我拉黑了 第二天早晚再看着 那你给我拉黑我留你干啥呀 那不是当天晚上不多吗 那原来咱俩这么长时间吵架 我打断一下二位 我先问一下 就是这个欠条的事 你们觉得情侣之间 如果要是就这种做生意投资 是不是应该写个欠条 因为毕竟不是夫妻关系嘛 如果是做生意投资的话可以写 但如果是合股的话 那就两个人一起得做 所以我特别不理解 你们到底是做生意投资 还是两个人就想合伙做这个生意 投资 那如果是投资 那就是该还 这个先说明白了 那他认为是投资 但是他当时不是那么认为投资 那不是 我出来旁边说句话 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写这借条 我不管 但是你要跟他一块做这生意 你是不是想绑死了人家 不是 我觉得当时他就是 人家不想做这生意 是你非让人做这生意 做这生意 两个人财产一混同 不就跑不了了吗 恋爱的时候咱们关系纯粹点 恋爱关系就是恋爱关系 里面再把钱掺和上 你用了他的钱 你不嫁他你都不好做人 因为我俩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一无所有的 我是摆房子卖了 我俩要重新回到广州的 我俩认识以后 所以说我俩每次吵架 我也没说让他写这条啊 所以啊 那个时候你们的感情是很纯粹的 但是后来你们俩感情不纯粹了 不光是感情关系了 你们两个还变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 对 但你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债务还是感情 解决感情啊 你告诉人干嘛 我俩不分手了吗 然后就把手机什么都找不着他了 他的本意就是找我 找我共同我还不勒他 不勒他就把我执行了 那我卑鄙无奈 我肯定要去找他呀 结果他说其实这个钱我没打算让你还 但是呢你要不出现我就一直锁着你 你肯定会来 因为你得用钱呢 我说你这不是回我呢吗 最后他说你看你出现了吧 他说你这个钱你这样 一天你还我一块 我就让你每天睁黑眼睛 必须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哎我就这么问你一句特别直白的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我挺恨他说实话 你恨他你今天来这干嘛来了 但是他这段时间在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嘛 商单威胁我呀 然后就是给我买我平吃挨吃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 但是我实实在的看他的转变了 所以我给他一个机会跟他站在这儿 说实话 毕竟十年走下来也挺不容易的 之前有很多的恶习 我现在就是说也在慢慢一点点考验的 什么恶习 爱喝酒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有一次我俩吵架嘛 吵架以后要走 他就不让我走 然后就把手机摔得稀巴烂 那你说为啥不让你走啊 那不是你跟你前夫跟你家孩子去 到那去吃饭你然后回来我生气吗 你生气你就摔手机呀 你生气你喝酒就说呀 那你手机不得联系吗 那不是在广州吗 你不喝酒不能正常说话呀 你看就这么要为自己找借口 当时我们两个是白水起家 在广州的时候 是那时候是没有多少钱 所以他前夫跟孩子也不出现 就会给他拿钱开了档口之后呢 这样他前夫 开始他前夫的母亲姐姐 他前夫过年过节天天打电话 天天打电话 拿孩子勾着他 一个礼拜吃两次 而且必须是他花钱 最可气的是他前夫在哈尔滨 要领孩子去看个电影 让他在广州给订票 然后还得买爆米花什么 还是都在买好 因为他不太会使那个 就是美团在网上农选 我说那他就拿现金就完了吗 那你到底哪有人工可以买票 因为是这样的 我打断他一下 因为就是我前夫妇属于大巨婴 我俩离婚的时候 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我俩见面 就是为了让孩子 爸妈妈妈离婚了 但是我们还是很爱你的 甚至其他没有别的 甚至我24小时 都给你捆绑的 已经什么难心的 就小心样 他根本他就不会拒绝 你知道吗 这人家就是要求什么东西 他都他都同意 你快拉倒吧 都是为了他压孩子就说 不是我要求什么东西 这位男士 我觉得他跟他孩子见面 是没有错的 是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这位女士 就是说你以前惯着他没有毛病 但现在再整这些事 这让人很难受 那就因为喝酒这件事 你俩是闹得很大吗 很大 那是不是根本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喝酒 以及他对你死缠烂打 对呀 喝酒 那喝酒就是个很大问题 不让你睡觉了 那这事他现在没解决 接下来解决了吗 这喝酒有没有约束的空间呢 现在解决了 现在我发朋友圈就是祭酒了 官宣祭酒 但一时的感觉不是长久概念 所以今天开始不再喝酒 再次写错了啊 认识我的人 看到我喝酒 可以直接找我兑换500元现金 那装都会把你心挽回 他也会装啊 那谁倒是真实的 你觉得这个是装的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还有其他原因就是说 包括他的家人吧 因为他的家人和我前夫 还是认识的 他和我前夫也认识 他母亲那一块对我有的时候 也会有些看法 就包括在男房做生意的时候 他妈有的时候就会来电话 私底下跟他讲 我前夫 跟他家人说 我早晚会跟他复婚的 然后就包括 就每一年过年 那你说老人很正常的 在那会儿 你说我投资这么多钱 我把我的孩子放到一边 然后给你养孩子 但是你呢 你每次最可气的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 给他家孩子买衣服 有一年买错了 就同款的羽绒服 不同颜色的买了两三件 然后就发缩地纸了 发到我母亲那去了 我妈拿出来一看 这谁也穿不了 没给你女儿买 买了 那三件都是给他儿子买的 对对对对 那里面有他女儿的 因为孩子长得快嘛 大冬天的冬北也特别冷 我买的长款的 他妈就认为那个大号 也是给我儿子买的 就是处处针对我 那你妈为什么不说我 一到过年的时候 我都给他爸一买 买四五双鞋 他妈我碰着好的鞋 衣服我就会买 因为我本身我也爱买 我对我妈好 同样对他妈好 爱乌乌乌嘛 那你妈这些怎么不记得呢 他根本也是没说什么 是不是 这老人肯定他有老人的 你们俩能结完婚 再这么吵架吗 因为你们两个 刚才吵架的状态 就是普天之下 85%的夫妻吵架的状态 但是大家我想问啊 也代替大哥问一句吧 您会跟您的前夫复婚吗 不会 肯定不会 为啥说不会呢 前年 因为我身体个人的原因 我手术了 那时候孩子上初中嘛 然后就要在离我家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搬家 给孩子整那个校区房 我就跟我前夫说 你把孩子扭回去一段时间 然后我前夫 就把我一顿臭骂 说你天天静这事儿 就是为什么 没有复婚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他根本 就压根没有担当 而且就是在我身体 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还来骂我 你的父母对他满意吗 他母亲对我也不满意 他不喝酒的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下 我妈非常认可 我妈说天你也找不着 这么好的男人 所以就是因为喝酒这一点 你妈妈不同意 我妈就说你马上离开他 要不我死了 我闭眼睛我都不放心 这是我妈的实况 现在你妈的实况 现在我妈不知道 我俩在一起 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女生把她所有的担忧点 都说出来了 今天她来到咱们节目的 求助的就是说 我是否要复合 我们先听听下面做的两对 一样跟你们有情感困惑的嘉宾 他们对你们都不是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吧 应该十年都这么过来了 就珍惜彼此不要错过了 我觉得无论再怎么样想见我 你什么方法不行呢 有心的话是找得到的 没必要去上法庭这种 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会伤到那个姐姐的心我觉得 大哥他以前不是爱喝酒吗 改掉了以前的一些恶习 还有也对姐姐付出了这么多 应该珍惜一下彼此 应该复合吧 就是刚开始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特别感动 特别是听到他们说十年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婚姻嘛 跟他们相差太多时间上 我确实觉得这位大哥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 因为我自身经历告诉我 就是对这个事情嘛 一个人真的很难改 所以我就希望 这位姐姐的话 一定要想清楚 不管怎么样的话 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哎呦我听着你有好多的委屈 说了说了都要哭了 而且听得出她是渴望爱情的 不是因为我真的特别感动 就是他们十年了 然后我还是这个样子 你才几年呀 不到一年 看来姑娘心里面有好多的事 好多的委屈啊 来吧咱们情感聊一团 老师们支招吧 应该跟霍先生说吧 你看你的行为模式 也就是每次遇到这位女士 她自己的婚姻问题 前夫的问题也好 孩子的问题也好 父母的问题也好 跟你吵架问题也好 你解决不了 我相信你真的是戒了酒 但是你戒不了的是 如何跟她处理问题 你戒不掉或者你解决不了 所以你跟她自己在一起 你只能用给钱 出钱能换来你想要的人心吗 我觉得可能能换来她 认为你是个好人 但是换不来她对你的尊重和爱 所以我倒劝你放弃吧 那对于女士来讲一样的 两个人都是有缺点的 那如果你觉得你接受不了你的缺点 也接受不了她的缺点 就分开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边 好的婚姻就是彼此包容缺点的 她要喝酒 我跟她说老公少喝点 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 这不就能一句话解决了吗 如果她真想喝酒 你就跟她讲 老公走我陪你小酌两杯 咱两个共同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她在这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去给你前夫买票 你就不能安慰她 对不起我跟她买票了 今天我陪你去看电影 你也没做到啊 你们两个是在放大矛盾 而并不是在解决矛盾 好的夫妻是解决矛盾 而不是放大矛盾 所以既然你们解决不了矛盾 不如就此分开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和人在这个世界上相遇 是有多小的几率 然后相遇之后 再能相识再能相爱 是多难得的一件事情 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看过一些动图 小的图片就是 两个人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 两个图案能够拼错在一起 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是双方都要舍弃的 你想想 你不让我见你是吧 好 我把你告上法庭 还不让我见你吧 行 我让你强制执行 你知道在他的人生当中 就有污点了吗 你知道他从此之后 他就是有一个记录的一个人 他上过黑名单的 就是未来有很多的事情 具体的法律我不懂啊 但是我知道 这个黑名单一定对他未来的人生 是有影响的 对他的孩子甚至都是有影响的 你考虑过他的未来 和孩子的未来吗 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你想到的就是自私 我就要见到他 我就要找到这个人 甭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在他的身上 得不到一个当老公的位置 也许你有一天不喝酒了 但是你还会想找别的出口 因为压抑酒了 人就必定会爆发 我真的很想劝你俩分 但是十年我不相信没有感情 你知道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十年可能是一种习惯 但是其实十年他也可以去跟别人 去培养这种习惯 他没有 我相信他对于你来 从骨子里他都是认可的 我觉得你要失去了他 你应该是很难找到 这样的一个男人 十年 如果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觉得你俩顺其自然吧 实际上你俩已经过上了一个 没领证的一个夫妻的生活 你们两个人也利用接下来的时间 坐在那休息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 女士你可以真的听一听 几位老师给你的建议 到底是不是要和好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和好只是第一步 男士要的到底只是和好 还是要结婚呢 对吧 所以好好想一想啊 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杨22岁 来自广东 模特 新轩23岁 来自湖南 模特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偶像包特别重 和异性总是没有边界感 还特别自恋 我真的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那些都是职业需要 公司安排的我也没办法 一个男生在意自己 比在意自己女朋友还多 他就不配谈恋爱 他也是做模特的 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们家 他总是说这句话 他如果还一直这样的话 他就和他的女粉丝过去吧 就是没有边界感 然后和女粉丝们可能有点 不清不楚的 是不是 就不止一点 我就觉得非常没有边界感 平时短视频软件 他就爱发自己的帅照 然后就会引来很多粉丝去 喜欢他呀 我也有做一个视频 就是有他粉丝对他的评论 一般追星的女孩不都是这么说吗 什么这是 老公 这个是我老公 那个是你老公 这个是他老公 还有女老公 这个你应该经常遇到吧 这个评论都很正常 也不一定是真的 而且有的时候是调侃 是开心好玩就好了 是的 不必当真 最重要是在于这个人怎么回复 他回复的是 人家跟他说要结婚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结婚 还告诉人家自己坐标广东 然后我就看见了 我就特别生气了 留联系方式了吗 后面还跟人家留了联系方式 但是是在别的软件 就离谱 对 这太离谱了 他有公开 有女朋友这件事吗 没有 就是不公开我 因为就是公司给你的要求 我也不想像 公司不让你对外公开 自己有女朋友 对啊 玩的好的朋友啊 家人都知道她 有私下跟粉丝见过面 这样的行为吗 有 绑一大姐吗 出去见了面 我也不想去 那个公司她直接 你不想去 你还弄个头发 你还喷个香水 你跟我出去 你都不喷香水呢 还化个妆 好像是要去约会一样 我也不想去 就是那公司 我也是刚进去 那你无限的满足公司的要求 那以后她万一提升 那种无理的要求呢 她肯定是不会无限满足这种 你这不已经属于有点无限了吗 那你觉得这个绑一姐姐 她要求和你见面这件事情 她是什么目的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一些正常的聊天 两个人初次见面的那种聊天 就是尬聊 见完面还拍了个照 发了个朋友圈 她跟我的合照 都不发朋友圈 我要发 她立刻把手机抢过去 就怕你给我拿飞了 那拍的是什么呀 就是拍的这种照片挺可爱的 那不就是她挺丑的 你挺好看的 搞怪的吗 这个是青春的样子 对啊 你说是你好看 我很丑 她帅一点的照片 她会让你发吗 帅一点的发我朋友圈可以 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让你觉得 就我们现在不是都是做模特吗 然后有时候我跟她被拆开了 因为她不官宣我 所以人家也不会是说 想着帮我们分到一起 然后她就跟别的女的搭档 我跟别的男的搭档 她在现场就跟人家细细闹闹 我就在旁边看着 她也不注意一点 而且那个女模特问她 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她当着我的面 她就说她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觉得 假如我现在 跟一个女模特正在搭档 我跟她也是第一次见面不认识 摄影师说 你们俩说说话 就是动起来 就是这种的 然后摄影师抓拍嘛 然后呢 她就问我什么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不可能就直接这时候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这是我女朋友 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们 然后人家 你们是专业的模特的话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这个不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都是做这个行的 这个不对 这个显得你不专业了 对 好 妹妹还有什么受欺负的地方 她骗我 她跟我说那是姐姐 但是后面我翻她相册 我发现了 聊天就 根本就不像是她的亲姐姐 但是她骗我说是她的亲姐姐 我当时就觉得她把我当傻子 她还跟人家出去吃饭 她把几个人都当成一个人了 所以有几个人呀 有一个姐姐啊 就是我的表姐 然后呢她说的那一个 我备注的是一个姐 但是呢她是我一个之前玩的很好的朋友 我跟她在一起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所以你们的聊天只是停留在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前对吗 对 然后她当时不知道在相册 可能是手机有时候放口袋自动截屏啊什么 我都不知道 她就在相册里不知道哪里翻出来的 是这样的吗 她在跟你在一起之后和这个姐 再没有联系过 我不知道她没有联系 但是我不懂的是她为什么要骗我 我清楚地记得她跟我说是她的亲姐姐 这个时间是在你们两个人交往之前的时间吗 在一起交往之前 在一起交往之前 认识她之前的几个月前 你们当时这么暧昧 我真的觉得不是普通朋友 不是 就是当时是跟那个朋友认识好久了 然后呢 那为什么要在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把人家备处改成姐姐呢 还告诉我是亲姐姐 就是很多年也经常一起出去玩 一起出去吃饭 一起出去喝茶 然后呢也会把我一些帅哥朋友啊 介绍给她啊 就是这样子 关系真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就不想让这事情那么复杂 跟她决定好好谈恋在一起之后呢 也没联系了 我们先暂且听你的理由听到这儿啊 那姑娘你还觉得 她对你有其他不好的地方吗 就是有一回聚会 然后当时她是已经 确实是喝醉了 朋友们走了之后 我上二楼去拿东西 那个楼梯上很多酒 我就直接从那个二楼摔到一楼 然后我就围着国客的 就很痛 起不来 我就叫了她半个小时 她都没有理我 硬撑着起来之后 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她提醒了 所以我这么大动静 你都听不见吗 然后她就看了之后 她说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现在去二楼摔下来 我觉得那是我的男朋友 你都看我都这样了 还说这种很风凉的话 我当时就是喝多了 第二天看到这样子 第一时间就带她去医院了呀 嗯 然后卧床的时候 你有好好照顾她吗 卧床的时候我也有 就是有好好照顾她呀 哪有啊 我有一回我想喝水 我就非常可应 我叫了她快一个小时 都叫不动她的 一直说马上马上马上 然后她就 还有这么夸张啊 本来就是 然后她就一直不理我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去到的 你现在就只看到这些 然后去放大给老师们听 我在外地拍摄拍到晚上 然后呢你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直接本来是第二天的票 然后呢我当时直接改到晚上 然后呢也没有票 我只能硬坐回来 十几个小时 因为就是她受伤嘛 就是我那天是头疼的 一晚上睡不着 然后我也没舍得半夜打扰她 我就等到早上醒来之后 我给她打电话 打了一分钟不到 她就说 要陪爸爸妈妈出去了 然后就是我平时跟她吵架 吵到就是 我情绪崩溃在那里哭 她就直接把我电话一挂 跟朋友出去喝茶 喝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回来跟我 继续说 所以你觉得她不在乎你 嗯 她也不会在朋友面前维护我 很没有分寸感 就经常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 一开始我也是想着 大家以后还要一起相处 然后又是她的朋友 我也都会忍着 但是我有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会很委屈 她朋友会开你什么玩笑啊 就跟我说什么 在我不在的时候 带她出去 跟别的女生玩 那是她们呀 不是我呀 她们说 你跟她们待久了 我只是跟她们一个请示 我怎么就物以类聚了呢 这个萱萱呢 我跟你说啊 就是人在恋爱当中啊 人得知道认输 如果我所有的热情都给你 所有的忠诚都给你 所有的温柔都给你 我在你那儿依然不被重视 这个时候你就得学会一件事 我认输了 咱拉倒吧 如果你勇于说出 我认输了这四个字 你会发现人世间 真的忽然间变得好温柔 你除了觉得她不关心你 你们两个人 真正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还有其他让你觉得 这个男生不适合当男朋友 或者让你伤心的其他的点吗 她前段时间拿着我 辛辛苦苦赚的钱 她就拿去买东西了 完了我还不知道 我当时也没有拿这个钱去乱花呀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 已经开始一起住了 然后呢 她这个钱到我这里来了 你就说那个钱拿来干嘛用了吧 都是一些家里面的生活用品 就是必需品 用完了我去补充 因为当时我身上没有钱了 你就只知道那个纸巾 一直抽一直有 那个沐浴露一直摁一直有 好 你们两个人今天来到这儿 目的是要和好 解决问题 还说我要分手 我就想让她改变一下 不要回忆心就是没有一点边界感 男生呢 我也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呀 因为毕竟工作也是为了 我们这一个小家 我们现在这样子 可以更好地走下去啊 来 我们听听过来的人 觉得这小年轻人他们俩能继续吗 大好的青春年纪 就应该是青春的模样 然后青春的模样 就应该天天开开心心的 不要把大部分的好时间 都浪费在天天 就是她心里有没有我呀 因为我觉得这是以后 你妈妈人生的阅历 你每走一步都该经历的 你现在过早的就是说 天天就沉迷于这样 我觉得浪费时间了 我是想对男生说 选择一个女生的话 担当还是比较注意点 因为啥这个女生 你想真正喜欢她 真正爱她的话 任何的事情都希望去包容 而且我刚才也听你俩说了 说这个你就跟这个 什么其他姐姐吃饭 其实蛮可以带着她一起嘛 好 我们来听听 我们情感聊一团老师的建议啊 来吧 周老师 反正我就想对姑娘说 女生真的是因为可爱 才会被人爱 可怜的女人绝对没人爱 你想得到 没办法 你们两个是小朋友嘛 小朋友在青春的时候恋爱 就是会要经历这一些 青春是甜蜜的 是苦涩的 是多姿多彩的 反而你选择了哭泣 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哭泣的 有的时候不适合 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约束 我们可以选择 另外的人再去接受 再去感受 早晚有一个人是会适合你的 这个世界上早晚有那么一个人 是跟你相守到老的 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不要哭 然后男生呢 多观察别人怎么样需要你去爱 做一个男人是要担当的 好不好 要不然你任何一段感情 都会出现问题 那边两个都是 青春也要有青春的爱情的样子 就像中国广电192 就要爱一样 这是青春该有的爱情的模样 但是你们俩没有 你们俩完全没有青春恋爱当中的 那种感觉 那种生机 那种朝阳 那种就要爱就要在一起的 因为青春的爱情不是说朝三暮四 不是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男生没有底线 没有边界 姑娘你以为你有吗 你也没有 她从线上可以跟榜一大姐发展到线下见面去吃饭 在你看来 你觉得要让她改 你觉得这事是改得了的吗 如果她是一个责任心或者说边界感 或者说非常自重的一个男生的话 就算是公司安排的 我也可以拒绝 我宁愿没有这份工作 我也要我的自尊 因为这是男人的骨气 小伙子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想拥有好的爱情好的人生 首先第一点是自己要爱惜自己 你如果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的语意的话 你不会得到好的爱情的 通常你也一样 你要爱惜自己 爱惜自己的方式就是远离不拿你当回事的人 只要你觉得这个男人 他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感受不到他喜欢你 他爱你 他珍重你 那就走 这是你看得起和自重的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你现在要做的是让他改 请问你刚才所说的以上的这些 哪一个点是能改变得了的 这个是自趋力 而不是外力给他能让他改变的 所以姑娘 我劝你 你不是要让他改 而你要做的是要走 我问一下 那个萱萱 她跟外头那姐姐吃饭 她又喷香水又打扮 她跟你出去吃饭 就穿一大T恤 你觉得有意思吗 没有 那如果她跟你出去吃饭 盛装打扮喷香 很需要留住别人 或者是要听公司的话 对不对 你才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的保证 但是我希望一个老爷们 你真的有一天要有尊严的站起来 挣有尊严的钱 然后我想对这个女孩说的是 青春这个东西来说 我也在回忆自己的青春 其实也有很多痛的地方 我很理解你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在这个年纪 把自己活得像一个怨妇一样 你俩肯定不会在一起 就是没有结果 你俩的爱情 但是我想还是能够记住 这份成长吧 接下来时间你们坐那休息一会儿 要好好考虑考虑 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好不好 谢谢你们二位 来 请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任先生29岁 来自江西 戴业 郭女士29岁 来自江西 个体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是如何看待闪婚的 我觉得谈恋爱谈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结婚 至于是不是闪婚 就无所谓了 我觉得闪婚就像开盲盒 后面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全靠运气 请评价一下你们现在的婚姻 非常糟糕 我觉得她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完成嘉宾给的任务 结婚以来她总是 紧急外外来对我的毛病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她满意 她根本就不爱我 她只爱她自己 我真的跟她过不下去了 今儿是要来离婚的是吗 就是这个节目的话 多半是她想要来嘛 然后我心里是对她有很多的不满意 所以您的想法是直接奔民政局 来这儿没必要 也是有点想让她就是做出一点改变 你们两个人是闪婚 对 那讲讲吧 你们俩怎么闪的 是去年的十月份 就是回老家嘛 当时我家觉得我年纪比较大了 就吹着媒婆呀 介绍她认识 当时的话我跟她是相处了一个来月吧 后面就散婚了 那你跟她相亲你看上她了吗 喜欢她吗 还好吧 当时的话是觉得她这个人就比较老实 然后应该没什么坏心眼 那男士你看上她了吗 相亲的时候 感觉还可以吧 就也就这样就领证了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你们相互都没太看上对方 只是因为迫于家里的压力 毕竟也二十七八岁了那时候 她其实婚前跟婚后变化特别大 首先的话我觉得她对异性完全没有把握一个度 像有一次我在她手机上会发现 她经常跟异性聊天问候 然后我还看到她给女性赚钱 赚了六百多 我当时就特别无语 我就问她我说你什么意思了 那些都是我结婚以前认识的朋友 当时她刚刚好是家里有点事情 急用钱我没想这么多 那你转钱的事情你这个事情没有跟我说呀 你提前有跟我说吗 再一个的话 我是你老婆 你平常也没有怎么转钱给我呀 我怎么就没转呢 我发的工资不是大部分都是转到你这里了吧 更好我一个大男人 连用个几百块钱都不行吗 这是几百块钱 这是你大男人的问题吗 我在乎的是你根本不尊重我 你发现她给这个转钱的女生聊暧昧 是在你们婚前还是在你结婚 是在婚后 婚后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了 有多暧昧呀 就是她跟对方问早安晚安 然后还关心对方的身体 还有家里人怎么样 您要不要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吧 我是吧 就是以前的同学吧 我跟我表姐都没这么问过 姐早安啊你烦不烦啊 您说明白了 您是跟她以前恋爱过啊 本来就分隔在两地的 我在广东啊 她是在老家这样子的 你看她就不回答问题的根本 她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 这样不是分在两地呢 那就是恋人关系 您承认吗 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我还会看到她手机嘛 社交软件上 经常会看到她给一些视频点赞啊 那些视频的话 都是一些比较好看的异性 那都是手机APP上 她自己要弹出来的 对 经常一般都这么说 大树菊知道你喜欢看这个 大树菊都给你推送你的最爱啊 然后线下的话 你像有一次的 我跟她是骑车在外面嘛 就是我会发现啊 她眼神就是一直在看路 两边的一些女的 全身打凉的冷家身材啊衣服啊 就您特喜欢看美女是吗 也没有 只是瞄一下 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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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直视 就是在这个男女关系的这个问题上 这个男生的边界确实是有问题啊 呃 除了就是这个问题 您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婚姻 你还有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 就是我完全都感受不到她爱我 那时候也是结婚这个喜事嘛 我们在街上逛街 看上一件衣服 我特别喜欢 然后也是大红色的喜庆呢 就想着说跟她说啊 我们就买吧 买这件 省得逛了 累了 但是她呢 意识不给我买 那衣服是比较偏长一点的 看着是比较别扭 跟她说了那衣服不太合适 她就在那边耍起脾气来了 而且你们不知道是 她当时还嘲讽我 说我长得像矮冬瓜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 你说哪有哪个男的 哪有自己的老公 这样在外面说自己老婆的 您还记得那衣服多少钱吗 两百多块钱 一个两百一个六百 搁我我也过不去 对 她那会儿是不是还不知道 你那会儿是不是还不知道 这六百块钱的事呢 没有发生 在结婚以后的 哦 对对 但我想知道后来买了吗 到后面 我是把那衣服给买下来了 你买是买了呀 但是你买的性质已经变了呀 那你为什么要忍呢 因为这个事情吵架嘛 双方的家长也是在劝 然后双方家长啊 就是各方面的亲戚 还有酒席都通知了 直接分开 或者怎么样的话 就大家也不好嘛 后面也是自己冷下来了 结了这个婚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之后的婆媳关系 也不会好吧 是的 有一次嘛 就是我们大家都身体 特别不舒服了 然后婆婆 就是她妈妈 蒸了礼给我们 润喉咙的 当时的话我们四个人 但是婆婆 只蒸了三个礼 婆婆还直接问我一句 你吃吗 然后我看到 只有三个礼 我就说我不吃 她就直接把那个礼 给了她 还嘱咐她趁热吃 然后她就直接吃起来了 她也不管我的 不是 那你婆婆问你 你就直接说我吃嘛 对吧 如果这事啊 要是婆婆问都没问你 那我觉得这婆婆有问题 但是前提是婆婆问了你了 说你吃不吃 你自己说不吃的 这你怪不着别人啊 我也不是说很想吃这个理由 是她没有考虑我 她也完全可以把你分给我一点吃 好 那我问了 那在婚前 你跟婆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婚前的话我感觉 她们其实都特别乐情 你像有一次啊 就是我没有带我自己家的钥匙 然后跟她打电话 刚好她在 她就去把我接到她家 那天在她家住了一晚 她妈妈还给我铺床啊 整理被子还给我倒水啊这些 相比之下 现在就感觉反差特别大 你们两个人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吗 现在没有 现在在广东 那现在没有跟婆婆在一起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多事了呀 不会 就是她拖延症特别的厉害 有一次吧 就是我做好了饭 叫她起床吃 叫了半天她也不起来 我就等了好久 那个饭菜都凉掉了 她才起来 那时候本来就感觉不是怎么很饿 不怎么想吃 就是经常性能很拖延 包括她出门啊 领到出门的时候 她就要去解决上司所的问题 总是这样 拖延你受不了 对 还有什么你受不了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商场里逛街 逛着逛着街 然后一转头就发现她人就不在 找不到人了 我就特别着急 那时候是那店里 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凳子 我就站在店外的按摩椅上 坐了一下 其实我感觉逛街的话完全可以站在旁边 或者说她告诉我她在哪个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啊 我一出来她人就找不到了 打电话 打电话其实也接不到 就是她在玩游戏啊 她就不接 我想问你一下啊姑娘 就是刚才我就记得在霍先生他们在台上的时候 你在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两眼泪汪汪的 你觉得你最大的委屈的点在哪 就是我感觉吧 我其实内心真的挺不想跟她过的 但是周围很多因素嘛 又不是说能马上的就分开 有什么样因素让你不能结束呢 就家里了 因为说白了那个就是结婚嘛 就男方会给女方家 然后再一个就是面子的位 你说男方会给女方彩礼是吗 是的 彩礼多吗 十多万 你是害怕要退这个彩礼吗 不是就是父母这方面的意思 就是父母不想退这个彩礼是吗 有点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嘛 我父母他们的思想嘛 就是比较古老的 包括就是一些面子上的问题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我父母不是这么想 一方面彩礼的原因 还有就是面子的问题 我们听听别人的 对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故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好不好 他俩属于当时相亲的时候 根本就没想好就在一起了 像这个600块钱这个问题啊 就是经常发生的话 我估计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 这在您身上是肯定不会发生的 对对对 永远这辈子不能 那你既然你爱这个女人 你非得要出去弄些没有用 那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我要劝劝这个这个女士 既然说是不想跟人过了 那直接退人彩礼去完事了 就觉得吧 结婚一定是在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不爱就没必要了 是的 那你觉得他转600块钱那事 你怎么看呀 就是你拿着夫妻共同财产 给别的女人赚钱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他要跟别的女人吃饭呢 确实不对 我也承认自己的不对 好 认识到这点就行 敢于承认就是好孩子 来吧 周老师 姑女生我相信其实到现在 其实你最迷糊 对吗 你觉得自己这么久 一年多了 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爱 你觉得你为这个家也复苏了 也想做很多事情 也希望他对你好 但是你还是没有得到 想不明白 是 那我让你想明白 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做别人的工具 首先你做你父母的工具 这么大年纪了 该结婚了 再不结婚 我们老脸没地儿搁了 赶紧结吧 结了婚还能收一笔彩礼呢 这个彩礼你甭管我怎么用 反正这彩礼我是要要的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纠结 你觉得从父母那拿不出来彩礼钱 你父母不会帮你还的 因为你只是他们一个 好面子的工具 你无权做主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人 那第二个 在婚姻关系当中 你认为你既然被迫结婚了 他就应该爱你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既然选择跟你结婚 就应该无条件爱你 你喜欢什么样衣服 给你买什么样衣服 无论你选的东西好不好 他都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和包容 你认为那是爱 但是你发现没有 所以你难受 想离离不了 想好好不下去 另外还有一个 你结婚了关于离的问题 不想吃就不吃 我不想吃 想吃就说对我也想吃 如果你再考虑一下大家关系 来三个离 我们四个人分来吃 更何气啊 所有人都吃到了 所有人都不亏 既然你讲公平 那不应该这么做吗 但是你口是心非 所以你给了别人 让你不开心的权利 你给别人的吗 所以现在为止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觉得 你的婚姻既然过不下去 就离了吧 至少在还财礼的这件事情上 你可以找回你自己想要的权利 我不喜欢这个婚姻 我曾经没有办法抗争 但是我现在可以 因为我可以想办法 无论是工作赚钱也好 还是先借了 以后再慢慢还也好 我先把这个钱还了 我还我一个自由身 当然你还可以跟他们协商嘛 财礼到底有多少 因为你们肯定 还有共同用的部分 还有你们家给的部分嘛 所以协商完了 该你想要 争取你自由的时候去争取 但是你别忘了 如果未来你再要选择 一个爱情或者一段婚姻的话 你首先要选择的是 你如何先好好爱自己 我觉得这个话题放到你身上 太合适了 192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含义 是在于相信爱 相信爱里面 不仅是相信别人能给你爱 你最重要要相信 自己能给自己爱 你不爱自己的时候 永远不值得别人爱你 所以既然要离 大方方离吧 不要纠结了 就是离婚吧 就很直接了当 你自己觉得自己 很有理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到台上 变成没理了呢 可能有的时候 你处理的方式不对 能感受得到 你是非常期待爱情的 但是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没有收获到 任何一新一点的爱情 甚至还会被别人 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还会有来路不明的 六百块钱的转账 这段婚姻 没什么你可以值得留恋的 同时弟弟妹妹你们看了 你们在台下 在台上的时候 看到的是爱情的问题 同时爱情的问题解答完之后 回归到生活 又会有婚姻的问题 所以人生一路都是在修行 同时 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成长 越过这套坎 下一个也许是个坎 但是总会有阳光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期待阳光好不好 所以这一步 我们勇敢地跨出去 你看我们192让爱相连 但是感受不到 你没有任何相连的东西 任先生啊 选择好了之后 再开始婚姻 人家好好的一个姑娘 跟你在一起结婚了之后 你这样对待人家 你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 跟陪伴了吗 什么都没有 那你没有什么资格 来挽回这个婚姻 所以郭女士我觉得 好好的 发生了问题 解决了问题 现在发生了问题 退回彩礼 我们在做友好的协商 和平分手 你们两个没有爱情 还来保卫什么爱情 其实你们两个人 本身的问题 我并不想给出 去任何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我觉得 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也未必执行得了 所以我想通过 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故事 跟所有现在电视机前 正在收看节目的 在面临婚姻 要即将选择婚姻 以及自己的孩子 正在面临不结婚啊 或者在婚姻问题上 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 这样的父母说一些话 婚姻不能用年纪来论 婚姻是特别神圣的一件事情 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付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 他们两个人 要一起迎来共同的孩子 也要即将一起送走 两边年迈的父母 而现在大多数的人 把婚姻看得非常非常地简单 也非常地随意和轻易 就会觉得 你们到了这个年纪了 就必须要结婚 可是结婚的条件是什么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压根都没有搞清楚 就稀里糊涂地 把自己的人生 托付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你们两个人 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一点都不为奇怪 闪婚没有问题 有闪婚过得非常幸福的 但是他闪婚的条件 是我们两个人 相互非常相爱 我们真的喜欢彼此 而你们明明没有爱 偏要凑在一起 好凑在一起 我们大家相互迁就也可以 你们一点都不迁就对方 都在这段婚姻当中 要的诉求是我舒服 我开心 我不管你的死活 所以干嘛呢 你们真的就是一个 催婚下产生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反面教材 特别好的给大家揭示了 千万不要催婚 千万不要逼婚 千万不要因为年龄到了 就必须要找和人结婚 就是这样啊 您来到爱情保卫站 还是想把婚姻延续下去吗 我想 我跟你说 你妻子呢 因为她父母的面子问题 因为对退彩礼的顾虑 就算今天你从爱情保卫站回去 有可能她依然离不了 因为我知道 你们在周围亲戚朋友的 催促之下能结婚 你们周围亲戚朋友的 舆论场是有多强有力 所以回去之后 她你别看她现在哭成这样 回去之后 结婚的时候就是因没主意的 离婚她也不一定有自己的主意 弄不好离不了 我就问你一下 你是男人啊 你是男人 我问你一下 以你和你妻子现在的感情状态 如果你们两个有了一个宝宝 你觉得你和你妻子的感情状态 对这个宝宝的成长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会有一点的 所以呢 如果不离 谨慎要完 首先我觉得你们两个 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 女方对自己有误解 没有客观地认识到自己 觉得你们就 你就应该把离端在我手上 然后求着我吃 我就是个矮 你也不能说我的毛病 也不能说这个裙子我穿不好看 这位男士呢 我觉得你也是 对自己没有客观地认识 你们俩谁也没看上谁 没有爱 也没有试图培养过爱 装都不想装了 连爱的原动力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 能够好说好散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二位思考 同样 其他两对嘉宾也是一样的 留给你们思考的时间 好不好 好好想完了之后 做出慎重的决定 好 感谢三组嘉宾 请你们回到门后 那大家做个预测吧 这三组 第一组是这个黑龙江的霍先生和魏女士 就这个分文合合十年 他俩这个是否要继续复合 我希望他俩能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十年他是有爱情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结不结婚 在十年 其实就差一张纸了 他们俩连吵架都是两口子状态 他俩会出来 但他俩以后还会继续吵吵唠唠 但可能这也是一种婚姻模式 就是婚姻形式有很多种 婚姻模式相处模式也有很多种 不代表都是要温温和和 有些人可能就是一辈子非得要吵吵唠唠 但是他们就得吵唠唠才能见到他们的爱情 可能他俩还会再继续分分合合 来321请开门 还牵着手出来 你俩决定复合了是吗 就算是复合吧 考验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有彻底计了 然后也比以前有伤心心了 这个太没必度了 都拉着人家手了 还说考验人家一段时间 他是拉着我的手 都十年了 真的是还考验 要是真的很就是可以的话 我俩就来年增进 好那就祝福你们啊 共同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 来吧 好谢谢老师 祝福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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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不管未来结局怎么样 珍惜你们这些时间吧 谢谢你们啊 再见 接下来就是这对年轻的小情侣了 小杨和萱萱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 嗯 我觉得一定不会出来的 而且这个女生 通过这次我们跟她的聊天 她已经成长了 我估计不会出来了 我也希望她们不出来 但我感觉俩人还会出来 对我也觉得她俩人还会出来 我觉得一定会出来的 因为蕾老师女生她是属于那种动物 她喜欢她不需要旅游 你越对我不好我越要重 有那种 看结果吧 她成长了 来来来 一起看我们第二对的答案 请开门 她真没出来 没出来 挺好 没出来挺好 挺好的 好消息啊 说明那个女生成长了 可以可以 但这只是在这儿 后面 不一定 总之希望她今天来到爱情保卫站 有所收获 是的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对 就是任先生和郭女士了 他俩这个事啊 我真的是觉得 真应该离 没有过的必要 离吧 对吧 对 别出来 出来我的头疼 我不支持她们继续 但是我感觉她们会出来 是怎么回事呢 那别呀 我看一下 别呀 结晓结果之前 我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报名 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 小心受骗 来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组情感嘉宾的结果 请开门 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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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松了一口气 好 希望真的她们来到爱情保卫战这个舞台上 不光是找到自己未来的感情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找到人生的方向 从此认清自己需要什么 这个比找到爱情 我觉得更重要 爱情保卫战 下期再见